反贪会今早缤纷多路展开突击行动 首先是六名反贪会官员在今早9点50分 分成两辆车前往位于沙亚南的雪兰儿大学 并在大学职员的陪同下进入行政办公室进行搜查 紧接着在10点43分 五名反贪会官员先后抵达坐落在沙亚南达鲁伊山大厦的 雪州大城机构办公室 另外四名反贪会官员则在早上10点25分 突击位于吉隆坡的詹亚南达鲁私人有限公司搜证 初步相信反贪会这番大动作是为了调查这三个单位的合约纠纷问题 上个月7号 巫统格拉纳在野区部向雪兰儿反贪会举报 指原本是雪州大学学省宿舍的管理单位的詹亚南达鲁有限公司 因为无法完成雪省宿舍的维修工程 导致州政府提早终止合约后 依然获得雪州大学的新合约 以及一笔赔偿的行为可疑 要求反贪会彻查案件 无论如何雪州大城机构曾反驳 直早在2012年12月 沙亚南高庭就指是雪州大学与Jana Niaga需安合约解决纠纷 而上述庭也在2013年7月认同此裁决 结束 岳畅